中文字幕志愿者 从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期间 美苏双方都储存了大量化学武器 在这2.5万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 还包括大量致命的杀磷神经毒气 美国越战特异老兵格雷格决定投入到销毁化学武器的斗争中 1991年他成功地动员了世界各地40多名代表 组成了化学武器工作组 1984年五角大楼就计划焚烧的办法销毁化学武器 格雷格和联盟组织一直坚持游说 美国国会终于在1993年决定 延迟为焚烧有害库存武器提供资金 并开始研究更为安全的销毁办法 到2002年 格雷格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角大楼宣布 坎塔基州和另外三处储存的化学武器 不会以焚烧办法销毁 而将以更安全的办法处理 格雷格老店的外交活动 居然赢得了共和党人 美国参议员麦康奈的支持 他要求联邦政府再拨款3亿美元基金 作为研究预讯 净视频 Craig has given his life over to working on this 24-7 你 can drive through this town just about any night and you'll see the light on up in that office late into the night 直到今天 格雷格仍坚持做他 接下来请观赏 古井贡九特约之 《枪枪三人行》 《枪枪三人行》